第二个话题就是说美国围堵中国 或者压制中国 现在美国已经搞了一个五国联盟 那是哪个国家呢? 这就是四方通话 四方对话 四方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 这四个再加一个就是英国 为什么会加英国呢? 你不要以为英国是没有影响力 英国人到现在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BBC是很多人听的 亦都很多人相信 为什么现在他们说 他用地狱镜都这么多人相信呢? 因为其实他报的普通新闻 他的材料很准的 其实就是 所以多人相信是有原因的 你不是说 这些是他抹黑所以多人相信 不是这样的 他的公信力是用时间打出来 还有 他拍了很多的纪录片 人们看过那些纪录片之后 就觉得这个台讲的东西都很可信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听这个BBC 其实不同地方的人都会这样做 不只是欧洲 在欧洲很多人都是听BBC 但是除了欧洲之外 在亚洲地区 其实听BBC的人也是很多 我 HAPPY WONDER就说 广告之后自己停 这个我再说一次 我会帮你再反应多一次给YouTube听 但是之后 有没有办法可以处理我都不知道 我也建议你做多一个动作 因为YouTube 我记得它的APP 都可以 有意见可以提供给它 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YouTube听 因为现在我们就反映了一次 我会再反映 今天 但是之后 究竟能处理不处理我 我都不敢卸包单 好了 即是 W 吹吹就说 YouTube一定不值得看完这些广告 所以弄鬼我们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即是很抱怯 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都说句不好意思 Sam 吹就说 早两天已经是这样 真是不好意思 我回来说回我要讲的东西 现在 当然 美国和中国 他们 美国方面 他们已经用了竞争去 界定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以及竞争的核心在哪里呢 就是在印太地区 这个印太的概念 之前我们有说过 最初我以为是丁佬侵搞出来 其实 原来不是 日本人搞出来的 就是这个印太概念 就是 就是 刚刚过了身 不久的 日本首相 前首相 就是过了身 没多久 被人摸低 那个 免得说他的名字 那 当然 他想这条路 就是衰格到不得了 那 中国人口是最多 经济最活跃的国家 你说现在经济很差 其实中国经济 厌价来说 不是真的算很差 很多时候你看看其他地方就知道 中国不是这么差 很认真 那 那 现在 中国对美国 有没有一些挑战 在美国的角度来说 就是 中国就是挑战到美国的 那 当然他们也认为 如果要打仗 最有可能会打仗的 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台海 但是 其实不只是台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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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这几个国家 那为什么会听美国的 呢 其实你在地图那里 就会看得到答案 就是 英美它本身就是 一个特别的盟友关系 就是他们自己都说 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盟友 那 你如果加上印度 其实印度 那个情况就是 他现在 莫迪 昨天我们也说过 就是做一件事 就是跟个个都做联盟友的 跟俄罗斯有盟友 跟美国有盟友 他们多方面都狂领的 那 还有就是 有一部分的美国人 他假设了 其实 这个我们也要说 美国人 其实很早已经假设了 中国是会有可能 武统的 在2020年的时候 已经是有人开始说这些 所以 之后 为什么 阿风光 他会说 习主席 他说的时间 2022年 不知2022年 还是2021年 不知多少月 吴武统就是软弱 就是 其实 这些论述 是 就是在西方 来的 其实是 就是在西方抄抄 那 当然 现在 在美国 他们认为 未来这十年之内 台海 都会打仗 现在 美国的评估 就是这样 当然 他们的说法就是 中国会入侵台湾 Terry Chan 就说 可能日本会参加 待会我会说日本 日本是最离谱的 就是 为什么 我会分两节来说 其实今天我有些事情 挺沉重的 有些人觉得 全部都是坏消息 其实不是的 我想大家知道 一件事就是 国家现在面对的挑战 是很难的 就是有些人觉得 不是 没东西就开放了 就没事了 其实有太多其他的事情 是 就是 影响着 中国的 就是 其实领导人 就肯定会知道 就是我觉得 他们看到很多问题 其实现在是 其实美国的 官员 其实现在他们 政府那方面 未来 就是估计 他们 未来三到五年 中国已经 会试试自己的实力 那么 美国的海军军官 他们认为 真的会打仗 可能早过三到五年 那么 美国现在就有决心 做一件事 就是阻止武统 就是现在 美国方面 他们的谈论 已经是讲这些了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 中美真的打仗 这个是美国方面的评估 就不会只是 台湾地区 那么简单 这场战争 就要 真的 就是争霸 就是这个 印太地区的霸权 而斗争的 这个是美国的评估 其实 你留意一下 国家的政策 其实没有说过 说要和美国争霸 所以 我之前很反对 一些人说 什么争霸 那些 其实不是争霸 中国其实 说真的 只是 要在一个地方 要有一些影响力 就不是说 要霸了一个地方 因为中国其实 从来都不是霸权 也都不会变成一个霸权 当然 有些人说 不是啊 这些门面说话而已 就是习主席说的门面说话 就是 这些东西 其实我看到 我是很不喜欢的 不过没有所谓 每个人都有 发表他的意见 的自由 但是 我也有自由 不会被你在我影响到的地方 就发表这些东西 香港艺民他就说 台海的战争的想法 就不要太天真了 美国一插手 就是中美大战 不会是局部战 两方都会狮子搏套 日本就最想出现这种情况 港澳台都是险地 新加坡都会因为美国关系 都会成为一个险地 Terry Chen也说得对 就是中国多次称霸 多次强调永不称霸 我读错了 中国多次强调永不称霸 这个我们都讲到很多次了 那 没办法的 中国我孙始终都是很弱 Terry Chen也说到 这个当然是事实 现在中国其实 很多次都有讲过 台海一定是和平统一为先 没有办法 才会没有统 但是现在西方的说法 就不是 不断夸大后半段 就不讲前面那段 那 Cony Chen也说 安倍建议奥巴马的印太战略 已经十几年了 那 真是落手落脚搞 其实就是 丁佬侵和肥佩奥 其实就是这样的 真是落手落脚搞 搞到它变成一个国策 还有搞到很多盟友 去跟这个印太战略 就是肥佩奥和丁佩侵搞的 其实就是 那 现在当然 这个情况不妥 就是我们说 其实 现在为什么有很多东西 国内的决策 你好像 为什么这么多东西 好像不是 就是 很简单 一声就做 因为有很多东西 其他因素是牵涉在那里 还有一点 就是 现在他们 美国佬 就常常圈牵 就是如果 中国打败了 美国 他呢 中国就可能 会在亚洲 海洋的周边地区 就会打击 美国的军事实力 和打击 周边地区 对美国的信心 也强化了 习主席 说 东升西降 这种说法 其实 就是东升西降 这种说法 其实你说习主席 有没有说法呢 其实 这个概念 其实就不是说 就是 东方 压倒西方 就不是这么简单 那 就是 中国是不是会 经济会发展 是的 是的 这个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说 就是 习主席说 这个东升西降 呢 就是 一定会 真的行的 那 我觉得长远是的 就是 有信心是 这件事情 是真的 但是 你说 是不是西方 衰落 那么 我的看法 就是 西方 就不是 那么容易衰落 这个 我自己也有自己的看法 当然 那么西方的看法就是 但是 他们当然 当然 有人说他们衰落 他们是不断利用的 其实我们之前 其他节目都有说的 就是西方 最好就是说 你说他衰弱 你说他衰弱的话 他 基本上 就会 可以 有个民意基础 去 增强自己的弱点 那 那 怎么也好 就是说到尾 中美打仗的话 真的会有其他连锁反应 其实那些连锁反应是 很麻烦 第一件事 最有可能发生 就是新加坡那里 就是马六甲海峡那里 他就会捏死他 就是新加坡 其实地位这么重要 就是在这里 新加坡如果捏死了 马六甲海峡的话 那么 中国的能源进口 就会有问题 当然有些人说不是 现在有俄罗斯的后馆 那些东西 那 我就没有这么乐观 就是我坦白说 如果一打仗的话 有些东西 其实真的会很糟糕 还有就是 一打仗 一定是现在看得到 俄乌战争 已经看得到的 就是 经济方面是不行的 供应链很有问题 其实我最初也猜不到 就是 我坦白跟大家说 就是 俄乌战争打 之后 这个 我们这里买鸡 都跪了一倍 我最初也猜不到 有这个可能性 我最初也猜不到 它会升 一些价格 但是 就猜不到 会升一倍那么厉害 但是 跌加效应 其实是很厉害的 这个世界就是有一个 叫跌加效应 就是 你只是一样东西 就不会死 所以 为什么中央都要反层层加码呢 就是 你只是一样东西是没有事的 有很多东西 当你跌加码的时候 可能没有事 也变成有事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还有就是 你打仗 其实很简单 供应链 大家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疫情 已经搞到供应链烂了 还有 今次 俄乌战争 如果你是有用烏克兰的粮食 去餵一些牲畜的话 其实那些地方已经是购物了 那我理解就是 澳洲新西兰 都是有在烏克兰入口这些粮食的 你说肚多就不是 为什么澳洲有东西出口 为什么它要入口 因为别人的东西是便宜一点 其实这个就是经济的问题 因为澳洲那些东西有些东西可以买贵一点 那它就会卖一些贵的东西 就买一些便宜的东西 它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现实就是这样的 那当然 如果西太平洋会打仗 其实就是全世界都会出事 一定是 就是我当然希望 不会打仗 但是有些人就很希望 很期待 觉得打仗他就翻身 那我就没办法了 就是我自己 有自知之明 我也是 真的没用的 就是没用的人 在战时 都是死得 那 那 那 现在 看得到的情况 是什么呢 你看一下地图上面 有这么多地方 就是为什么会 看起来 会帮美国呢 其实他们都是为自己利益的 新加坡 为什么说 不一定会 揽死这个 马六甲 因为 它也有可能 为自己的 利益打算 但是 美国人是 補了票的了 就是在印度那里 那里 就是它可以 如果那些混油的船 经过印度洋 那 印度就可以封锁了 印度洋 那你说 印度没有这样的兵力 那 它真的不用封锁了 它只要 就是 增加了 你运输的成本很多 其实 已经是 可以左右 那个战局了 整件事情 那 现在他们的四方安全 对话呢 就是这个 澳洲 印度 日本 和美国 他们当然在这个范围里 搞事 那它还有就是 为什么加上英国 呢 英国就提供了 那个 软实力 英国在 东南亚地区的 影响力很大 那你说 不是啊 印尼那些 以前是荷兰殖民地 那怎么会 听英国人说 这个 你就知道 英国人的 精明的地方 就是英国人 他做出来的 那个形象 呢 长期都是很好 就是 我都 认为 四方果 他都要去英国读书 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就算是陶杰那些 为什么会去英国读书 其实明明 就是他们老爸老母 那些根本都是 就是 和共产党很亲近的人 那些子女都要去英国 那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 那个形象好 浸过咸水之后 那当然是有机会 就是机会是多很多 那 空伟斯就说 如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怎么会 说这个 此起彼伏 这一类话 不是此起彼伏 是东升西港 其实 就是这么说 这个概念 是 就是有讲到的 其实就 但是 讲得很多 其实就是西方 国内很少说这个东升西港 其实 他什么时候说东升西港呢 最主要就是说 就是中国比西方国家 更加有效率地去应对疫情 就是新官的时候说的 那当然 李显龙他有讲过的 就是东升西港这个概念是错的 那 当然 就是 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 就是 我觉得长远 这个是对的 就是东升西港 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但是 这个是要长远去做的 就是 为什么 习主席会说这件事情 就是 这个是连到制度的优越性 就是 就是 如果你相信制度 真的有优越性的话 那 你长远的话 一定是制度好那边 就会 升的 制度不好那边就会降的 这两样东西是有关的 所以 有些人当然是不相信 就是 中国那套制度有优越性 就是 我自己要说一下 就是 我自己呢 是不是 信中国那套制度 有全面的优越性 我都不相信 真的好坦白说 就是 现在有很多人就说 中国那套制度有全面的优越性 这个我就不敢说 因为全面这两个字是很严重的 是包括了所有东西 你说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有优越性的 我就告诉大家 有 有一部分 但是不是全面 不过这个是我的看法 就是 还有一个制度 有没有优越性 好看执行的人 这个是事实的问题 而内地的执行 的情况 是否可以 我都说过很多次 有些地方是不可以 所以 为什么我经常说 要长远去看 就不是一个 短时间去看的 现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是真的 但是 可能这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可能会延续几十年 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是 W-Chang就说 制度只是公改 其实 制度里面也是要靠一些人的 有些人的水平是不是很差 我也承认 内地有些人的水平是不理想的 为什么我们这么严肃的话题 都会说 其实 有些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为 现在 面对紧的困难是很大 现在西方是不断的 其实就是 不断增加 增加这一方面的宣传 其实他们是 因为我其实 当然 我的资料是 别人帮我找的 但是 他们能够回来的 他们是整理过才让我说的 那 我看到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我也有一个判断 那我的判断 当然会被其他帮我手的人影响到 那 如果美国 他没有盟友的话 他在 即是 太平洋要打一场仗 那 那 就很糟糕的 现在其实 美国的情况就是 他抓到一帮盟友 那你说英国佬 为什么 他们好像看起来都很不行 都会跟死跟美国佬 那 其实 英国佬 最后呢 有一件事就是 烂船都有三斤钉 你也要记得一件事就是 他始终都是一个殖民地 大国来的 就是 他是有很多殖民地的大帝国来的 应该这么说 准确实去说 曾经是一个 那他跟那些前殖民地的关系呢 总体来说是很有耗的 就是英国这个地方 所以 为什么会加上英国下去 就是这样 那现在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 英国人 他们在 烏克兰那里 他们都是做很多事情 其实 现在 一会儿我们说的主题 我不会这么快说主题 今天可能我会加上少少事 其实 在 俄乌战争里面 现在做很多策略 做很多情报的工作 其实是英国做的 你说英国是不是真的有007的 你说好像 那些戏里面这么英勇的 那其实就 应该没有 但是你说 他们会不会有特务 那一定有 那你说 他是不是在前线 这个我也不敢说 但是 英国他们的情报 已经证明了一件事 其实是很准的 尤其是在乌克兰那里 就是 他的情报系统 其实 是 挺强的 但是你说 中国情报系统 强不强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西方有很多情况下 就是低估了 或者误判了 中国的情报系统 就是什么叫低估 或者误判呢 其实很多时候 就估计是 中国的华裔人 在帮中国做事 其实 我的理解就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理解 真的是帮中国做事 我不敢说完全部 但是我认为 外籍人士可能比唐人更多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 不是有什么根据去说的 就是 你说 知不知道一些东西 那 我不敢说 当然 有些人又要 我说到死了 我不会说死的 有些事情 就是很认真地说 如果要说死了 要很肯定的 有些我做不到 那当然 当然 现在 你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 日本和美国也很接近 澳洲和美国也很接近 其实 印度 呢 其实就是可以 叫得移动的 其实印度 它 拉了它进来 但是印度 它会不会 听完美国说呢 这个是有问号的 这个 为什么我也是说有问号呢 其实美国自己也有问号 因为 印度 它 其实 当然是 为什么会参与 围堵中国呢 因为它觉得会有好处 还有 印度呢 它有没有出手搞中国 它已经出手搞中国的企业 就是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呢 就比印度搞得一副都是 有几间 那 你说 之后 会不会说 会好一些 我就跟大家说 就是 中国的情况 那些企业要走出去很难 因为你一说到 是中国的 现在有很多人 就当了是一个威胁 这是我自己看得到的东西 当然可能有偏见 另外就是 现在中美的竞争 其实呢 现在美国的定位 就已经是说 印太霸权的争夺 那中国其实不是一个霸权 那为什么会将中国 变成一个假想敌呢 其实美国人这样做 他们也有利益的 就是他一做了这样的东西出来之后 有一个国家 他一定要增加 他的国防预算 而且 那个国家一增加 那个国防预算 就是一定要帮 这个 美国去买武器 除了买武器之外 他也想扶持 他们的国防工业 这个国家 表面上是没有军队的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就说一下这个国家 究竟搞什么 休息一会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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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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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